林青霞,我的前任很棒,但我喜欢我的现任,因为他给了我最想要的。 一代美人林青霞的前任是跟他郎才女貌非常般配的秦汉,现任是貌不惊人但成熟稳重的行李员。 林青霞和秦汉感情纠缠22年,嫁给刑李员24年,从一个心里只有秦汉的痴情女人,变成被人用心呵护的幸福女人。 林青霞和秦汉在一起,有多幸福就有多痛苦。 从17岁时未见秦心,到第一次合作见入秦网,林青霞甚至不顾小三的骂名,执着跟秦汉在一起。 中间也有数不清的坎坎坷和数次纷纷合合,1979年,林青霞因为和秦汉感情不顺而自杀入院,这时秦祥林追到他的身边悉心呵护,林青霞冲动之下和秦祥林订婚。 但因为心里一直都有秦汉,和秦祥林订婚五年也终究没有结成婚,1985年,林青霞和秦汉再次复合。 复合后的林青霞非常向往和秦汉结婚,但又过一次婚姻,并且和前妻已经育有儿女的秦汉不想再踏入婚姻,两人就这样一直拖住。 林青霞曾在节目中说,演了那么多年的戏她已经有了一些存款,想和秦汉结婚,她的存款也够两个人婚后开支,说到婚姻,她非常向往。 1990年,林青霞获得台湾金马奖,颁奖典礼上,她激动表白秦汉,说她是她人生的最佳男主角,这个男主角以后还会继续演下去。 但没过多久,他们就分手了,秦汉不肯结婚是他们分手的主要原因。 林青霞回忆和秦汉的在一起的时光,在那22年中,不是没有人追过我,当时我都让人觉得我的心里只有她,秦汉。 与秦汉分手一年多,林青霞闪电嫁给富商行李员。 她的前任很好,很优秀,她也很爱她,但她最终选择了愿意给她一个家的行李员。 结婚后林青霞离开打拼了20多年的娱乐圈,专心在家相夫教女享受人生,并且开始画画写书,转行当了作家。 她生了两个女儿,和丈夫一起扶养大了丈夫和前妻的女儿,连继女的亲生母亲都公开感谢她。 林青霞60岁生日的时候,行李员送给她两亿元的豪宅作为生日礼物,还给她建了网球场和菜园方便养生。 林青霞的一生,秦汉占据了无可替代的位置,她确实很棒,他们也确实很相爱,但行李员才是最适合她的那个人,因为她给了秦汉给不了的东西,婚姻,家庭,和她想要的平静生活。